副市 蔬菜 井主理工 小小的 加油 做出来的东西不错 你在里面这 这都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人 有没有讲 你看不出来 幼鱼从高中时期就开始实习 毕业马上到果菜合作社 大哥早安 早安 一直到现在已经四年 从来没想过换工作 推荐弟弟来打工 他觉得这个环境 很能接纳新同学 刚开始是叫老板 到最后就 大家都这样叫 最后就这样叫 就叫大哥 给很多人注意机会 给人家教 这个要教教什么 你要注意的劲 你要注意劲不是要注意 非常平 措辞谨慎 极其小心地 避免伤害员工自尊 老闆一手调教的阿梅 也拥有神障手冊 阿梅做了十年已经很资深 仍然像孩子般被疼爱着 老板输他输的心甘情愿 眼里满是骄傲 别处被嫌弃 这里当宝贝 他以前在一个餐厅 人家不要他来这边做一做 大家都说他做得不错 要挖他回去 他不要了 果菜处理区这一言忘却 有九位身心障碍者 跟正常人相比不但没有落后 速度还可能更快 也许学习的时间需要好几个月 但稳定性比一般人好 只要学会 无人能取代 林佳德的员工数大约七十人 依据法令 他的公司只需要聘请一名身障者 就符合规定 但他却长期超额禁用身心障碍员工 目前有九位在职 很谢谢他 因为我们们是比较困难的求职者 他都会给他们工作机会 全台失业率4% 生障者失业率8.1% 是平均值的两倍之多 身心障碍仍是求职困难显而易见 辛苦出身的林佳德 很愿意给别人一个机会 给需要的人一口饭吃 源自父母的身教 小时候就在菜田里翻滚的四个兄弟姐妹 没少吃苦 长大后 童心把菜摊经营成果菜合作社 当规模不断壮大 扶植弱势也从没停过 他们最大的一个就是安徒 我要去人家做做的 这比真的 他就是你搞得一样的工夫 他觉得这就是我的工夫 我会做完之后 刚才我做到什么没完之后 他比较难了 什么 聊起每一位身心障碍员工 全家每一个人都熟悉 倒不是特别学过管理理论 而是长久相处 真真实实摸索出来的心得经验 说你爱好是因为摩合就会让他完美 我不但说我们全家都很帮忙他们 但是我们是很支持他们